好 大选落幕了 我们看到蓝绿白三个党 都在做全国的感恩之旅 感恩茶会 要去听听看 各地传回来的讯息 到底哪里好 哪里不好 以为下一次的大选来布局 我们看到赖清德出席 宜兰的感恩茶会 他就说民主精神 让陈俊宇接棒成功 我们知道宜兰这一席 其实陈俊宇真的是幸运 他拿到41%的选票 可是我们直白地讲 就是因为白 蓝 分裂 这两个人 就国民党提名的是33%的选票 陈婉 惠民 金党提名的 拿到20%的选票 如果不分裂的话 这个随随便便再灌个10%过来 其实黄真廷不会输 所以蓝 白的分裂 让陈俊宇当选 陈俊宇当选 不是说你什么民族精神 民主精神 大家都说宜兰是民主胜地 可是因为陈俊宇这个提名人 其实真的有所谓 清廉 情政 爱乡土吗 你是不是缺什么补什么呢 我们看到赖清德不断地在讲 台湾价值 不断地在讲清廉 情政 爱乡土 是不是最近 你们的党魂已经失去了 所以你不断地在喊 想把它召回来呢 我们讲到 民进党过去4年 或者过去8年 有很多贪腐的事件 陈凯玲 在媒体过去几年 过去一年 我们看到有很多细节的描述 包括性招待 包括财产来源不明 包括涉贪 我们看到高分院 今天上午宣判了 他认为 因为陈俊 陈凯玲 他有把一些钱 不法所得 缴回来 然后包括他的翻译 看起来好像也比较 好一点点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二审上诉的时候 当庭缴回一些钱 18万 还有说这是不好的示范 然后深切回悟了 请法官从轻量刑 所以我们看到高分院的宣判是 公务员假借职务上 借机会故意犯诈欺得利 这个罪撤销了 改判两年四个月 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 也撤销了 改判无罪 所以对陈凯玲来说 这是一大胜利 可是这个司法 或者是说到底有没有还给人民的一个公正的感受 可能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来理解 我们看到台南市前议长赖美慧 诈欺232万的助理费 一审法官判刑两年 缓刑四年 然后法官的判决也说 这些人都没有前科 因为思虑不周 所以才处罚 然后你只要把钱缴回来 就没有再犯之余 宣告缓刑 所以像这样的判决对于我们要求公务人员清清白白或是不贪污 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因为我们看到台南过去我们认为有一些贪腐的情势 包括陈总演 包括周莉莉 包括郭再清 这个是会选的案件 那是不是都能够亲济过关呢 这是合理的推论 因为前面有两个例子 而现在在台南这个地方 包括您看到了 赖清德在2024年南部得票率 嘉义是45% 台南席卷了50%的选票 高雄拿到48% 屏东拿到47% 都比总统的这个总得票率40%还要高 也就是说南台湾还是绿油油 南台湾的人还是死忠的 所以赖利守本命区位 陈廷飞攻台南2026大位铺路吗 要预防派系分裂 要先解决现在的 所谓的派系的分裂的问题 要如何避免解决呢 因为我们看到陈廷飞跟林俊宪 都在抢台南市市长 所以赖清德除了党内这些派系的固守 或者是防分裂 还有包括内政的问题 还有外部的这个原因 都对他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而赖清德的内阁要求革新要绿白河吗 我们刚刚上一节有讲到绿白河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爆出了赖清德 有可能招安两位白营的立委来布局 就是我给你们一些内阁做 内阁的阁员来做 郭正亮已经直接点名了 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是赖湘宁 有可能入主劳动部 张其路有可能入主中央选委会 赖湘宁截至截稿为止 其实没有回应 不过张其路有讲了 他说我们不排斥跟其他任何党派 有合作的可能性 这个对于劣解白银 可能这个是现在包括 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方向 而另外赖清德的新内阁也是媒体在讨论的 前扁办主任就说了 民进党正在做一件事 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列解白银 双管旗下 用执政的资源跟执政的优势 其实他们可以有很多的武器 来拥抱执政 永远安康吗 来 请教任俊兄 我先讲因为选举就是这样 就是胜选的 基本上一定会强调自己这个胜选 就是大家肯定他 所以得票比例的趴数 你光看民众党 他八席 他就觉得说 我这八席也是民意 没有人否认 但立法院毕竟还有一个52席 跟一个51席的 如果真的要看民意的大小 大家当然会觉得说 你民众党还是八席的立委 但民众党会说 没有 我就代表民意 所以如果你认同我的 就是代表回应民意 你不认同我 就是你跟民意做对 民众党也在做这个文字跟数字上的操作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对民进党本身来讲 为什么这一次得票的大幅度的减少 包含立委席次的减少 其实是来自于你刚刚所提到的 这一些 就是说在民进党执政的过程当中 你过去长期所喊的口号 有没有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是你依然坚持住 还是其实这中间变了调 因为有一些真的 我讲说 有些个案或是怎么样 他们一定会讲说 没有 他们各自处理的问题 可是我就回来看 其实你说民进党 现在对民众党的观感是怎么样 像现在你讲说这个赖清德要招 有可能会找这个所谓的两个 这个所谓的白营的立委 卸任的立委 我先讲 因为民众党已经讲说 他们在明天的投票里面 第一轮他是用这个所谓的 投给黄珊珊 第二轮他们是要弃权 对不对 赖清德在刚刚的民进党的 中常会里面 虽然他已经知道 但还是讲说 第一轮是这样 好 那我尊重 但第二轮还是希望民众党 能够投出一个 就是最适当的人选 所以我就回来看 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个阶段里面 当然有些比较暴冲式的批判或是怎样 可是民进党也没有打算在这个阶段 让人家觉得说我就是跟民众党怎么样 因为很简单 他也希望拉民众党的人过来 所以我如果跟你兼臂亲爷 我什么都跟你二言相就别玩了 所以回到了一个 就是说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民进党的政府 如果他今天要去找两个卸任的 民众党的立委 我认为第一个会挑战的是什么 您刚刚这边提到说 那是不是要民众党团同意 还是柯文哲同意 我们就问一件事情 柯文哲不是要推联合政府吗 那联合政府的定义在哪里 是我只能跟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就跟 因为他那个什么五点 他自己很高兴 我还埋了一个什么第六点 第六点就是我要这个位置 我要那个位置 要位置这件事情好听一点叫做 但难听一点叫做 我在跟你分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最后真的民进党觉得说 我哪一个真的 我希望你能够入阁的这件事情 那民众党你要怎么去谈论 我不要因为我入阁 我让他入阁就代表我变小绿 不对 你不是要联合政府吗 所以我认为这都在考验 比如说 在所谓的立法院院长选举的 这件事情上面 民众党的讲法是说 你要尊重小党 为什么国外也有小党当议长的意思 而且再来就是说 他们之前不是蓝白的协议 说民众党讲说不可以赢者全拿 什么赢者独大通通都拿走 可是在召委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到他的单一 基本上就叫做赢者全拿 因为多数党的就拿走了这一个 那你会在院长的部分 一样表达就是说不可以这样 可是在其他的部分 你又说我可以这样 那你要告诉我 你会弄得我很乱 因为你没有一个说服点 所以看起来现在各自 其实老实讲 蓝绿白都在出招 那我只能说 这些包含官位或者 都是国家的名气 这个名气或者立法委员的职务 要不要拿来作为 政党发展里面的工具 对不起我这个话很重 我们希望选出来是为国家人民 而不是拿来作为操作 说我因为这样操作 让我的政党变得更大 让我怎样 那我只能说 那不符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 认知跟期待 是 民主精神让陈俊宇接棒成功 这个是赖清德在出席 宜兰感恩茶会讲的话 来 请教辉文兄 这个宜兰潜质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就像你刚刚票数的分析是 蓝跟白是可以赢民进党的 但是当选的是民进党 这个就是朱立伦 没有做大股 因为朱立伦是先把立伦 瞧好了 然后再去跟柯文哲谈 正副总统的搭档 所以他已经都割地赔款了 像陈婉会这个宜兰这个 他是没有谈好 所以就乱了 乱了之后就被民进党捏去 那个就怪谁 当然是怪朱立伦 当然不能怪我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一席的立伦 观众朋友 我们从陈水扁总统的八年 到马总统八年 蔡总统八年终于要结束了 这三个八年 三任总统哪一个最乱 最乱 你也可以跟我讲 霍远兄都很乱 都很烂 我也不反对 我跟各位讲 这三任总统各八年 最乱的就是阿扁那八年 为什么 很简单就是嘲笑也大 当然也跟陈水扁 个人的个性有关 结果是什么 就是乱七八糟 未来的四年 也是嘲笑也大 你就等着看他乱 我先讲一下陈凯琳的 这个弊案 这弊案我们也谈得非常久 我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高分院 台南地院跟台南地院署 这三个单位都是要 面对检验的 就像刚刚前子讲的 为什么跟赖清德友好的 跟民进党友好的 要嘛就是轻判 要嘛就是缓刑 为什么 凭什么 你这三个单位 你这案子你本身就开花了 他在台南市议会 他当着泄荣界面前讲说 我要去告你 他说他要去告泄荣界 我很欢迎 你不把泄荣界关起来 结果是陈凯琳要关起来 那你这三个单位 整个台南都烂掉了 你怎么会烂成这样子呢 你为什么去包庇他呢 前子他里面很晚说 检察官漏算了800多万 还有漏算800多万的 那你可以转账给我 导播帮我把账号打一下 什么叫做漏 你漏算800多万 你开什么玩笑 800多万 漏算了检察官立刻退出演艺圈 你连算账都不会干什么检察官 你信吗 你看我像笨蛋吗 我会相信都 检察官算那个犯罪所得会算错 漏算800多万 讲给狗听狗都不会笑 那你办这什么案子 来 我先中生开始算账 因为这个已经当选了 傅昆琦讲的 我把小副的话 相信韩院长跟副总裁 可以压制民进党 各位兄弟 新年最好的礼物压制民进党 还有一句 这小副的话都圈起来 把弊案掀出来 我要求把弊案掀出来 特别的期待 你韩国瑜还用一句 因为韩国瑜跟前子很好 前子的特别就不过他都会来 我们一定要恢复特征组 前子我就跟你算这个账 我们一定要恢复特征组 他没有恢复特征组 我就每天骂前子 因为我不会遇到 韩国瑜我只会遇到前子 韩国瑜又没有给我钱 我管你的 你说一定要恢复特征组 立把院长是四年对不对 你四年之后没有恢复特征组 我就骂你四年了 是 因为韩国瑜 滴滴滴确确确有这样讲了 不过这个是 等他当上院长再说 明天就当上了 明天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来 听问启盛哥 所以看起来是要不当上 才能够解套了 因为今天那个 因为今天游席坤才说了一句 下重不可以语兵 所以立法院院长他没有提案权 如果说在国会里面的话 又都是立法院的院长 又要保持意识中立 又不参加党务的运作 所以说既无提案权 又不参加党务的运作 他怎么能够实现他的 这个所谓的政治承诺 说要恢复特征组这件事情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非常同意 惠文兄的这样的一个质疑 接下来就是讲到赖清德讲到说 宜兰的获胜是来自于 民主精神的被肯定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反正就是政治宣传 因为他讲这句话就让我想到 国民党的年轻的发言人杨志宇 那个时候为了要维护朱立伦的权位 他说了说我们在国会是最大的党团 这个是代表了我们国民党的理念 跟能力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异曲同工 就是当真是一个政治的语言 听听就好 那么另外我是讲到这个司法案件 说台湾的司法真的是很难以 让人民所接受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贪污的案件 侵占的案件判了6年 那在金门的副司令 因为一台洗衣机 你知道他被判几年 被判他的两倍12年 洗衣机的金钱高 还是这个的金钱高 他还有薪招待 是 然后另外还有助理费的事情 还缓刑 所以为什么 真的是难怪人家要去质疑 为什么司法碰到了民进党 通常就成了一个软脚虾 那我是觉得说 今天所有的司法的这些人员 包括检察官 包括法官 难怪有人要说那么重的话 就说他们是狗官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众 反映了某种程度民众的这种 对于司法的这种不信任的 一种感觉 那至于挖角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2000年 民进党挖了唐飞 就没有经过中国共产党 那所以就是直接 one by one的去谈 就跟个人去谈 那我们要回想一下 当时唐飞有受到滋意吗 好像也没有 所以因此大家也都很期待说 唐飞去做这个 那如果说像赖湘林也好 张其露也好 他们如果是才是所的话 我个人 我个人猜想 就民意上头的这种 舆论压力 应该也不至于太大 那至于民众党要怎么处理 他们两个 如果没有经过 这个党中央的话 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就是要看民众党的 这个处理的方式 齐声哥提到一个2000年的 唐飞院长那时候入阁 陈水扁邀请他做阁魁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透过 国民党党中央的同意 也就是说如果赖湘林 或者是张其露 入阁 照理说他们自己同意就可以了 照理说他们自己同意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我也要特别讲 我们大部分中华民国的公务员 官员们都是兢兢业业的奉公守法 那当然有一些少部分的害群 我们只希望他们可以得到同样比例的责罚 来我们进一下广告